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下个我们做了一个模拟登录的文件的结构 对不对 对 模拟一个网站 这个时候我们结构做好了 我们是不是要处理登录的一个过程 处理登录的过程 我们首先是不是就得有一个用不明的表 对吧 我们建一个比如说 user.circle一个表 我们把键表写在这里边 这里边比如cret创建 t一边表 users这个表 括号 里边有id int not 非空 当然你可以用ppmadmin去做 对不对 utu下方线incr bmnt 自动增长 对吧 然后有个user name用户名 用vechar 比如说是50个长度 然后非空缺省值 de default de default 确认之为空字无串 然后有密码 对吧 密码咱们用X类型 一般的咱们是存什么md5加密的 对不对 咱们存32倍长度 not非空 确认之为空 然后有用不明密码 其他的根据有关的 什么电话号码什么的 你想存什么就存什么 对不对 当然这些信息不一定都得放到什么去 不一定都放到这个cookie里去 对不对 那假如是我们页面里边 假如是这里边 我们有emile vx 就很多项了 对吧 比如80个长度 not非空 就是这非空 有的时候我们全线信息 各页面都得判断它 有什么样的全线 因为不同的用户的全线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在这里边加上它的全线类 比如说 允许1 就是假如是添加的全线 删除线 修改全线 对不对 用户有没有评论的全线 对吧 等等等等 他有没有什么上传的全线 那这些全线你都可以用一个字段标识 对吧 或者用多个字段标识 我们现在就用多个字段标识 好吧 用整形标识吧 当然我们可以就是 small 小整形标识 或者是一个字写标识 其实就够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是 not非空 确认之外 0 比如说允许2的全线 这个全线呢 你可以假想一下什么全线 对不对 0 然后 3的全线 not非空 确认之外 0 然后pri myryky 主件我们是id 对吧 这边 然后呢我们试着 建筑这个表来 我们连接数据库 myseq-h 还是用peerp myseq-h myseq-h 建这个是不容易些 所以你可以选择用peerp myseq-h 然后useq-h 细说peerp这个库 对吧 然后我们粘贴 好 有错误 忘写什么 这地方不能直接写点 default缺诊准备点 对 守悟了 好 这表是这样了 user 这就是这个表结构 我们得插几个数据 模拟的 insert into 插到这个表 user 里边有user name 对吧 password 密码 然后emile arow 下方信1 然后arow 下方信2 允许3 这几个值 v6值 用户名 咱们叫做 比如说 妹子 这个用户对不对 然后密码md5 密码里边 写的也叫做 妹子 之外md5加密 然后email 妹子 圈 php.x 对吧 然后允许的权限 妹子权限是 0 1 1 也就是第一个没有权限 后边两个权限 对不对 然后再插一条语句 比如说 这块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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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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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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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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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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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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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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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是from从user表里边 warn条件分别是什么呢 是username等于 怎么查 是不是等于个问号行不行 可以吧 并且密码 wwwd也等于一个问号 咱们又处理处理吧对不对 然后tmt里边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谁呢 execut 执行传进去一个数字 第一个传的是 www下发现post的里边的用户名 username 当然你最早前判断什么不能为空 为空的话 那就不用查用数据库了 对不对 前面验证都先做好 就是他输入正确的数据之后 咱们才验证数据库有没有对不对 如果数据库查到这个值了 说明他用名密码输入是正确的 密码就是你必须得md5 加密一下 www 下方先post 因为prp的md5加密 和数据库md加密 只是一样的 对不对 pssw wrd 这块执行查询 如果查到了说明 是不是就正确的 我们去判断 如果$tmt 里边有个行 cunt 行数 大于零 说明什么 是我们查到数据了 查到数据是不是 查到的行数 就大于零了 哪怕是一条是给大于零 查到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什么用list 把什么id username 还有什么 还有全线 arowe 对吧 然后 然后 还有 arowe 下方先 2 还有 arowe 下方先 3 对吧 拿过来 等于 使用 stmt 里边有个fetch 按什么去拿 pdo 里边fetch 下方先 是num 是把按所有数据 拿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变量 如果成功的话 前面的都是我们pdo的内容 获取数据 对不对 这话 如果查出数据 用密码都对 对不对 说明怎么的 这个用户是存在的 就让登录 登录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里边 让登录把这几个全都取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什么 设置客户端保存的时间 比如说要它保存一天 那我觉得这话是time 当天时间加上什么 加上24小时乘以60 再乘以60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一天时间 然后我们用side co k k 分别保存到什么里边 id 对吧 对 用户id 那我们可以叫uid 或者就叫id 对吧 叫uid吧 把wid保存这里的时间 time 对吧 那后边别忘了 后边我从网站跟开始去保存 然后分别做什么呢 除了这个有username 那这里边也就是username 对吧 时间也是这个 对吧 aw 下方线1 还有 aw 下方线2 全线都保存 aw 下方线3 然后这里边分别是aw 下方线1 变量 下方线2 然后 下方线3 对吧 然后别忘了最重要一个干嘛 啊 你还要保存里边一个标记位 is login 对吧 然后这块保存的值是1 1 看到了 这块什么 设置 一个什么 登录 判断 判断的标记 is login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块这是登录成功的 否则是不是登录失败啊 对 输出 怎么办 怎么办 登录 失败 是不是啊 登录失败 然后登录成功的话 怎么办呢 是不是跳软的首页 或者你想跳软的音边 对 我们前面没有输出 可以用hader 那我这边用一个hader吧 h e hader 跟上面都是设计的 对不对 然后是ROC 天文 Vocation 对吧 然后您带死的叫p 这样就可以跳软了 我们试一下 可费的 抓紧一下 我这边随便写几个 点亮 对吧 登录 你看 是不是登录失败 如果我这边写妹子 密码我这边用什么 妹子 登录 你看 是不是这是首页 你是登录的 可以看到这页面对不对 现在我登录哪个页面都可以 除了这几个页面 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任意电阶 你跳软的其他页面 你看 现在都是登录的 原来哪个访问都访不了 对不对 比如说页边list.pd 是不是都不行 现在我们在每个页面上 比如应该的页面加上 对吧 我们可以输出一些当前信息 对不对 输出 你好 谁呢 这里边 cookie里边 是不是保存了一个 user name 对不对 然后后边还可以加一个 退出的按钮 ahif等于 斜杠a 这块是logout.pdp 是不是这里退出 对吧 退出 这样的一个按钮 当然了 我们下面还可以输出每个页面的其他 每个页面的链接 比如说 ahif等于 列表.pd 这块每个页面 dask.pdp 这块是 手页 写上页 这样 这块可以有 beast.pdp 这块还有修文td 内容点pd 手页 这块是 列表页 还有 内容页 对吧 然后我们这几个 都可以在 这个地方 列表页这块 再过来 对吧 然后还有内容页 这样的话 我们都可以通过链接 才发布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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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我们这几个现在你看一下 再刷新一下列表页 是不是你好妹子就有了 对吧 然后点手页也可以 列表页也可以 内容页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我刚才粘过去的 这是内容页对不对 这是可以的 有从互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如果点退出的话 我们这里退出 对 那退出页面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边写 对不对 那退出的时候 我要先输出谁谁谁再见的话 再写赛的酷皮写不了 对不对 所以先把这里边的 酷皮里边的用户名 拿出来 USER 用户名 是不是先把它拿出来 嗯 然后 这里边得干嘛 用户名拿出来 然后 side cookie 尊别把 像ID 是不是这个 嗯 然后呢 值随便写一个 然后 嗯 时间 减去 3600 写过期时间 标后边写根 这才能删除嘴边 这话写 怎么删除 每一个 对吧 那这具有ID吗 对 对 这里边分别有 user name 然后这话有 嗯 那个 arow 下方线1 还有 对 下方线2 还有 下方线3 然后还有一个 as login 是不是这也都得有啊 嗯 然后退出之后 你这边就可以输出 谁啊 再见 谁呢 大老婆下方线 大老婆 user name 是不是虽然已经删掉了 但这里边是还有啊 嗯 对吧 然后 再 让他跳转到哪个页面 或者回去 对不对 如果想到跳转的页面 我们写呢 直接写script 去 比如说 再见之后三秒钟 跳转的重新登录一边 side time out side timeout 然后这里边写上 location 等于 嗯 跳转到哪呢 login.pp 对不对啊 多长时间 3000 三秒钟 对吧 那我们试一下 现在 退出 是不是再一件妹子 再让前面没有 三秒钟 ok side timeout 对这个时间 没有定义公司 还跳过来了 对吧 啊 前面已经删除了 对不对啊 你可以先判断没有 那现在你看 我再登录 用admin登录 当然 你这每个页面都可以说明它的权益什么 对不对啊 嗯 admin 登录 你看 是不是你好 idmin 对 手一二 列表一二 内容一二 是不是都是idmin 你退出 这块肯定是再一件两个字 三秒钟 又退到这了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 feng 登录 对吧 这就可以这样了 然后呢 你这里边可以根据前线 比如这里边我们全线 哪个是有权限 哪个没权限的 对吧 比如说第二位 能不能操作 我们在每个页面都可以这么做 比如列表页面 对吧 你这里边都可以这样写一下 好 删掉 如果 倒入下方线 k里边的 什么 arow 下方线 1 如果这个变量 有 等于1 说明是不是有这个权限呢 对不对 然后输出 你有1的 你有这个 你有1的权限 咱们随便写给 不知道这权限是什么 就随便说一个对不对 嗯 然后同样 你就可以判断 想要他有权才能干什么 就能判断 比如说 2等于1的时候 你有2的权限 对吧 这话 你允许 你有3的时候 你有3的权限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列表页面 列表页 封这块 封这权限一个都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对不对 对吧 我再换一个用户 三点钟 都登录一边 嗯 比如说 我到admin这块来 嗯 admin 登录 对吧 我们再点一下列表页 你看 你有3个权限 对不对 那到妹子这块呢 你有2个权限 对吧 然后妹子 密码也是 妹子 登录 页表页 你有2和3的权限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酷K的一个登录 登录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用酷K怎么记录数据 好 希望大家通过这例子 能更深刻的理解酷K的操作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